海岸山脉瑞穗香和钢村段野稀流畜 冲刷而下的土石经常淹没破坏山脚下的农田土地 农民损失惨重 透过乡代表以及县长清明时间陈勤反应 今天水保局以及县府特别到场会刊 拟定相关的改善计划解决农民的困扰 海岸山脉这三条野稀横流 山脚下的这些农地果园经常遭受冲刷而下的土石淹没 农民损失惨重 那边有插入 那个比较大 那个还不算什么 那边比较大 为了要争取我们这边的排水的问题 这边的排水的问题不顺 以至于所有的土杀 把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地都全部被淹盖 无论是野稀冲击散到下游排水土蹄 花莲县水保局以及工程委员团县政府 江明代表林玉芬 贺岗村长余欣德 会同了农民一行人顶着高温逐一查看 现场讨论对应的改善方式 但是就像你刚刚讲 你们上面看到第一个大河沟跟第二个大河沟的时候 你上面一两条没有处理的话 对我们来说 其实讲真的你上面不排除到我们下面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保护需要控制土杀我们会做 但是下来我们还是要很顺畅的过程 所以说这个沿线涉及到土地同意书 日出乡赫岗村新赫桥 井陵海岸山脉山脉山脚下的农田果园 常年遭受野稀流窜破坏 农民是苦不堪言 接获反应的乡名代表林玉芬 也在县长清明时间陈情争取 来维护农民的土地安全 那也谢谢我们水保局的委员提供了很多意见 那我们的农户也愿意配合把所有的农地提供做任何的设施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可以入案办理 然后让我们的农民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让我们的整个生命财产安全能够得以保护 那谢谢我们的新政府也会刊好几次 也提供了很多的意见 经过一个上午的会刊水保局工程委员初步拟定相关的改善方案 希望能够有效保障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塞住也是因为土石下来 那我们先做几个节制的东西让它顺顺的 不要说大规模的崩下来 把土石先挡掉 地方提报争取500多万元经费 进一步来改善韩山脉野稀及排水清淤 来维护农地不被野稀土石研磨破坏 水保局、化粘分局等单位现看后 也初步拟定改善方案 计划纳入明年度规划执行 记者是玉兰瑞税采访报道